第49题4950是题主 请在阅读下列资料后回答49到50题 在定压下120公克的固体20度C开始加热 若热源每分钟供热300卡 其温度与加热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第49题问 加热18分钟时此物体的状态为何 我们从图上看出来 这个时候他是所谓的固体 那么这时候是所谓的融化要开始了 融化要开始了 那么到这边呢叫融化要结束了 融化结束了 那么这边叫做所谓的故意共存 然后呢接着这边就是所谓的液态 那么接着在这16分钟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沸腾了 沸腾要准备开始 沸腾要开始 然后呢这边呢就是沸腾要结束了 沸腾结束了 那么中间的过程叫做液气共存 然后最后呢沸腾之后就变成所谓的气体 所以第18分钟在这里 所以对过去看来它是液气共存的状态 所以第49题问我们说 加热18分钟时此物体的状态而合 我们答案选的是 诸液态与气态共存 接着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